同學有聽到我聲音嗎? OK,好,謝謝博凱的回應 我們一開始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下一週 29號 要做各位期末考的報告 那因為學校這一週要做意見調查 所以請每一位同學都要到現場來 如果你當天沒有到現場 我沒有收到你的這個學校的請假單的話 那你這一次報告的分數你就拿不到 好,那同學也應該知道 我們上一次期中報告 如果你都有按照我們設定這一次考試的目標 來出題的話 你們這一組都可以拿到滿分 好,那我們期末報告的重點 就是要讓我們寫的程式模組化 好,因此呢 各位在準備你們的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上一次的規則就是要準備四個小的題目 這個所謂小的題目呢 就是根據你出的這個大的題目裡面衍生出四個小的問題 好,那有些同學 有些組別上次出的是這四個問題完全沒有關聯性 好,那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要把你的程式碼給模組化 好,因此呢 這一次的考試要請各位同學把你四個問題 要用四個副程式來處理你四個小的問題 好,那最後駐教會怎麼批改呢 駐教會把你們的這個四個副程式跟主程式拿來做一個點歐檔 那你們如果有掛載數學程式庫 在link的時候呢 就會 藉由跟數學程式庫的link連結 創造出最後的執行檔 好,那同樣的齁 要請各位同學準備一個input的檔 還有output的檔 考試 報告的當天 報告的當天 要請你們注意我們報告的原則 那你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的loop 這loop 上次考試就有用過了 矩陣 還有你的四個副程式 然後你要當場 編譯你的程式 link你的程式 創造出執行檔 然後執行影片給所有的同學看 好,這個是下個禮拜報告之前 我再提醒各位 我們下個禮拜 各位一定要到現場來做的事情 好,那如果還沒有充分準備完的同學呢 今天最後一堂課會留多一點的時間 你們好好的討論一下 好,同學不要忘記喔 下個禮拜大家都要到現場喔 現在沒有上線上課或到現場的同學 你看YouTube的時候 那請你要記住下個禮拜要到現場來 好,同樣的我們來看一下各位上個禮拜的homework 好,上個禮拜的homework 是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而且但是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001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001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001的同學 OK,001的同學 OK,001的同學 要return一個flow嗎 傳整數 好,分開寫是 如果你的城市很大 你分開寫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這個城市比較小的話 那核災洗血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誒0.01的同學我們的題目 是不是沒有需要用到power啊 呃你這邊附 誒我意思看不太去看不太看不太懂001的同學 但是哦你如果可以不用power今天不要用power哦 因為你看到的比如說一個東西的平方 你以為他是兩個相乘其實不是 他會用一些比較複雜的數值方法幫你求一個東西的平方 所以你能夠平方的能夠三次方的 甚至能夠六次方的 要請你寫層次的時候要注意 要把它慢慢的層出來 能不用這種power數值方法來幫你求次方的 就盡量不要用 你對於這個幾千次幾萬次的迭代齁 也許相差的這個時間可能只有十幾秒吧 但是你如果做很複雜的運算 要算上千萬次上億次 你就會發覺可能會時間會多了一倍哦 OK好所以001的同學你把它分成兩個層次這樣很好 好但是但是大看之下這樣好像不太對 因為我們用數學家的方法有一個偶次相的相次是要用減的 雞次相的相次是要用加的 我提供的sauce code好像有一個小buck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009 好009的同學 OK好大家都有採取我的建議很好 你這個技術器就單純的 當作一個技術 然後其他的 變數呢就由這個規則的1234的技術器呢 來創造有規則的數列 好同學 傳一個answer的 我看一下 同學宣告answer是一個 這個傳他的位置過去 OK好可以 傳過去是你要算的相次齁 所以你傳過去之後就牽涉到你到底要算到第幾項嗎 這都沒有錯 然後這個k除上2與1的時候是這個g次相 哦同學 你這邊是不是用到我程式的bug了 這邊的g次相的話應該是正的嘛 偶次相才是負的嘛 所以 009的同學你 這邊正負 搞錯了 對 所以要請你修正一下啦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016 好我們選後面一點好了 027 好 027的同學也分開兩個 也很好 027的同學 Pi的原型在這邊 Z是從PiReturn回來的 OK OK 我們看一下 這個副程式 027的同學 把藥基的像素傳進來 OK 這邊有一個累加的 好 如果是偶數像的話呢 就是用 減的 同學 同學 你用兩個if也可以啦 但是我們通常 是同樣的邏輯 要判斷同一個東西 我們都會把它寫一個else 或者是else 或者是else if 把兩個條件變成一個 你可以知道說 它是同樣的 這個東西 只不過是不同的結果的時候 要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看一下 這個return4 就直接 把最後累加的 弄出拍來 好 這個架構 很好 但是 而且這個整數都有 記得加點了 好 這個同學很好 啊 這邊其實也要加一個點 會比較好 然後 然後 我看一下 是不是要把它 轉變成浮點數 會比較嚴謹一點點 因為 這邊算出來 應該是浮點數吧 好像 乍看之下 好像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喔 那 請你跟助教 去check一下啦 好 028 我們看最後一位好了 這個 是 發生什麼事 D06304 0028 就 了 了 了 好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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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了 來 這個028的同學 你的 你的這個Homework跟我出的題目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啊這個副程式我看一下 這028的同學你的Homework跟我出的題目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求Pi喔 不是用這種蒙地卡的Random Number的方式來求Pi喔 因為這是我們上課講的這個Case 好我們繼續今天的課程喔 今天我們的課程就專門來講指標 指標各位同學之前已經有用過了 而且我也有講過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我們上個這幾年的同學 聽的最模糊的就是指標這個東西 那以後喔如果 你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你當研究生 你的實驗室 用西語言來處理問題 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100% 你一定會用到指標 來傳直傳矩陣 所以你今天如果聽的很模糊 好沒有關係 不是你的問題 是因為以前你沒有遇過一個資料型態 可以類比於現在我要講的這個指標 這個東西 好如果你聽不太清楚的話 請你YouTube的影片多看幾遍 我們這邊會用一兩個很簡單的程式 但是把指標的意義跟功能 跟各位慢慢的來講解 好如果你真的聽不懂的話 那你就先放下這段指標啦 等你以後用到的時候再回來看了 畢竟我們期末考沒有強迫 你一定要用指標來做期末考的題目 或是考題吧 好 只不過你如果不用指標來處理某些問題的話 你可能需要在程式碼上面的這個寫的程式碼會多非常多行 好不過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能夠寫程式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先不要管你的程式到底寫的多優美齁 好指標 我們直接看程式 好請同學 打開這個程式碼 打開這個程式碼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碼沒有很長齁 沒有很長 好但是我們要花很多時間來慢慢的操作 先請你把下面我們還沒用到先關起來好了 先關起來好了 好接下來 我們來示範的 我們來示範的 什麼叫指標 指標 你運用它的時候呢 要先宣告 好不管你在寫Homework 或者是上次的考題 你應該有用指標來操控一個file的檔案嘛對不對 好操控一個file的檔案 然後你會用一個star 然後寫下你可以透過指標指向你要控制的檔案 因為你要控制的檔案事實上它會把這個file loading在記憶體裡面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file所屬的記憶體的位置 你才可以去操控這個檔案 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讓一個變數它的資料型態是指標的話 這前面要打一個星號 前面要打一個星號喔 啊同學問老師說為什麼 啊這個人家西語言當初設計的時候 他們規定你要打星號 才能夠在西語言裡面把這個東西當做一個指標 好第一個你要注意兩點喔 第一點指標在宣告的時候要怎麼宣告 第二個在你的程式碼裡面你在運用一個指標的時候 好你當然可以直接去運用這個指標 沒有問題 好那它的資料型態當然就是一個百分比再加一個p啦 這個輸出的資料型態我跟各位同學講可以很複雜 你以後如果要特殊的輸出需求你自己再去查啦 這個print function喔其實是一個很大的function喔 它可以輸出的格式非常多種 我們沒有辦法針對特定的問題來講 只講一個最簡單的 那以後你做專題或研究生有特殊輸出資料型態的需求 你在上完這門課 你就可以自己去google查一下啦 反正這個一定是用一個百分比來控制你想要輸出資料的型態 好我們剛剛講指標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沒有問題 那你在程式碼裡面喔 看到一個東西前面被打了一個星號 這個就是你要注意的第二點 第一點是你在宣告一個變數是指標的時候呢 你必須對這個變數前面打一個星號 好西語言在編譯的時候 產生點歐檔的時候 它就看得懂你這個變數是一個指標 好第二個第二點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個東西前面被你打一個星號 我們這邊不講更複雜的運算喔 更複雜的這個指標的用法 因為你以後也許會遇到指標的指標 或是指標的指標的指標 它前面打了star就會打了三個 五個 這個太複雜了我們不管 我們指標最基礎的就是一個變數的指標 指標的指標也可以 但是我們不講這個實在太複雜了 有些同學聽到這個指標的運用 可能就有點有點有點什麼 障礙了 所以指標指標我們沒有辦法再講 好第二點 一個變數你前面對它打的star 在程式碼的時候代表 你這邊想要輸出的 是這個randisk位置 也就是這個門牌號碼裡面長的變數的值 所以各位看到這邊是一個整數的指標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會輸出 你這個門牌號碼 裡面這個房間 存的變數的值 好同學們你花個20秒 仔細的再回覆一下我剛剛講的這兩點 第一個是宣告指標的時候 第二個是在程式碼裡面用到指標的時候 然後要怎麼用 同樣都是打一個star 同樣都是打一個star 然後大家在宣告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指標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喔 好第五行這很容易嘛 第五行 反正就是一個變數 在執行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機器就會在ran裡面 當然啦也有可能你的層次變數超級大 矩陣開的超級大 變成用硬碟去模仿一個ran的空間 反正運作原理都是一樣 好但是如果你的這個memory喔 用超過爆了 它用硬碟來充當這個類似ran的空間 你的程式就會超級慢喔 超級超級的慢喔 這就是為什麼 各位在考試的時候 助教一直在監控各位 有沒有把我們 這台機器的memory給搞掛了 現在這邊很充足喔 原本好像只有10G吧 如果你的程式開的矩陣超級大 超過下面的範圍 這邊就會用到一個硬碟來充當ran的角色 不過這台機器好像 有一點點問題 這個硬碟來充當ran的 這個容量現在是0 好這樣是不太好的 來接下來我們來執行一下這個程式喔 好我還沒講完喔 好第六行 第六行 各位看一下第六行 第六行我們在宣告的時候 這邊打了一個start 那想必AP也是一個指標 等號的左邊是指標 指標 右邊當然也要給他一樣的資料型態啊 不然 你在 compile的時候 GCC是不會讓你通過的 那同學 我們在宣告一個變數 各位在用 scan function 或者是file scan function 我們要讀東西都要 針對這個變數前面加一個end的符號 那大家回憶一下一個變數加了end 代表 我們不是要這個變數的值喔 我們要的是程式在運行的時候 存這個變數的門牌號碼 也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也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那第六行 這個就在告訴你指標到底是什麼了 指標就是一個資料型態 但是他記錄的是 門牌號碼 也就是記憶體的位置 那大家第八行 第八行 第八行在幹嘛 宣告B是一個指標 他的資料型態既然是指標的話 你等號的右邊 也一定要是一個指標的資料型態嘛 那第六行 我們原本就宣告 這個AP就是一個指標啦 是不是 OK好 那同學你 你還沒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先想一想 第十二行 這個B 他印出來的 位置 房間的門牌號碼會怎樣 應該會跟A一樣吧 好 同學你看一下 這個B 好這個B 他是9 可是我們在宣告的時候 只宣告A 他的值是9 好那為什麼B會有值 這個B的門牌號碼裡面會有值 啊因為 B的門牌號碼 指向的 這個記憶體的那個房間 跟A是一樣的啊 所以兩個不同的指標 也沒有兩個 對兩個不同的指標 比如說這AP也是指標 B也是指標 都指向同一個房間 所以指標要把房間的值抓出來 啊從一個房間抓出來的值 當然是一樣啊 因為A的值 就放在 這個門牌號碼裡面 好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 我們B是一個指標 他所對應的位置 是這個一個16進位 應該是16進位吧 我不太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各位 記住 他就是一個 Randisk 一個房間 的位置 那我目前的經驗 我是沒有在操作這個東西 我不清楚哪一個領域的人 會在 會很care 這個Randisk 門牌號碼的操作 這我就不曉得了 好上面同樣的喔 你這個AP 是 這個變數的門牌號碼 在第六行 被賦予了 A變數的門牌號碼 好那這個 當然是 A變數直接 把它的門牌號碼 吐出來的方法 在序言裡面 就加了一個 AND的符號 好因此呢 這個AP指標 跟B指標 還有從變數本針 吐出來的門牌號碼 都是 一樣的喔 好文證提出的問題 12行 來我們看一下 欸文證 12行 有AP嗎 哈囉文證 12行 沒有AP吧 第8行 好文證 我們剛剛在講了 是不是你宣告的時候 指標要加一個 10大對不對 是不是 文證 我們在宣告的時候 是不是 呃 指標 你前面要加一個 10大 對沒錯喔 欸第8行 我們這邊是 宣告B 是一個指標 然後他會等於 另外一個指標 所以這個AP 是算做一個程式碼喔 不是在宣告AP喔 因為宣告已經在上面做過啦 我剛剛講的第二點 你在程式碼裡面的時候 用到指標 你直接用就是指標的本身 就是把這個指標 就是把這個指標後面的指給抓出來 這樣文證有沒有解答你的問題 好 第8行 宣告 宣告是宣告 B是一個指標 因為AP已經宣告過了 那你真正在寫程式碼 等號的右邊 在運用的時候呢 你運用一個指標 就直接打這個 你宣告過的指標 那如果你是要把指標 背後的指給抓出來 那你當然要打一個STAR 這時候就不是宣告喔 等號右邊 就不是在宣告 這個東西是 是不是指標啦 OK好 好 好 再來同學 我們把第七行打開 第七行 第八行就要把它關起來了 好 好 那大家再想一下 第七行跟第八行有什麼不同 就又 這又是可以跟剛剛文證提的問題一樣 為什麼這邊AP 你又要把它加一個信號 我們現在的做法 同樣一個名稱 你不能宣告兩次喔 比如說你把B宣告是一個整柱 結果你第八行又把它打開 B又現在又變成一個指標 這樣是不行的 好 所以第七行 我宣告B是一個整柱 欸那 等號右邊當然 你也要給他一個資料形態 必須是整柱嘛 欸那文證剛剛的問題是 第八行為什麼不加STAR 現在 好 我仿照文證的做法 為什麼這邊要打一個STAR 好 原因是 我宣告B是整柱 那等號右邊當然一定要用整柱的資料形態 等號才能成立嘛 欸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過第一個 你要宣告一個東西是指標 再打一個STAR 再打一個STAR 那程式碼裡面呢 等號右邊都算你的程式碼喔 不是在宣告喔 在賦予值 層次碼裡面 你對一個指標 打一個信號 代表 你想要把這個指標 對應房間裡面 的值 給抓出來 這樣子就有意義的嘛 等號左右兩邊 都是整柱 因為A是整柱啊 欸好接下來喔 第十一跟第十二 各位同學你自己看一下 第十一跟十二 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我們現在 這段程式碼 只有十二行 扣掉 扣掉的空白行 不足十行 但是你這邊了解的話 你指標就會了解 好大家看一下喔 第十一跟第十二 有什麼區別 區別 的地方 就是各位看一下喔 一個東西加了and 代表 它本身 一定 不是一個指標的形態吧 你如果B是指標 哪有可能前面讓你加一個and 是不是 啊下面這邊 你在程式碼的時候 有 對這個變數打了star 那你一定知道 這邊應該是一個指標嘛 你想要一個指標 貢獻出它背後存的值 那你這邊知道 對它打一個信號啦 這西語言裡面運作的規則 那你一定知道 沒辦法告訴你 為什麼它當初有這樣的 這個邏輯要搞成這樣 我們只能記住啦 好所以 第十一行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B 的值 輸出 因為我們宣告它是一個整數 然後它背後 存這個變數 存這個整數的門牌號碼 我們就加一個 連接符號把它給吐出來 好各位看是不是 門牌號碼 的資料型態就是一個指標 大家如果了解這個東西是什麼的話呢 我們再重新執行一下 同學你 你花20秒看一下 跟剛剛的結果有哪裡不一樣 你如果對指標不太清楚的話 YouTube你可以重複看這一段喔 這段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後面再講深入一點點 應該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同學可以看一下 剛剛我們這邊房間的地址 跟上面兩個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經過 這個把第八行關起來 開成第七行 沒想到 怎樣 這個地址 跟剛剛的不一樣耶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要看一下 我們宣告的時候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不一樣啊 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第八行 第八行 宣告B是一個指標 而且它的門牌號碼 跟這個變數A的門牌號碼 變數A的門牌號碼 叫AP嘛 是一樣的 好 所以剛剛第一個示範的例子 你會發現寫出來的B的門牌 這個B的指標呢 記錄的門牌號碼 跟變數A是一樣的 現在第二個範例 我們宣告B是一個整數 然後呢 這個整數的指呢 我們 這邊是借用 A這個門牌號碼 裡面所藏的指 把它給 把它的指給找出來喔 給B喔 給另外一個房間的B喔 好因此同學 你這樣就會知道為什麼 變數B的門牌號碼 在RAM裡面的位置 跟A 為什麼不一樣了 因為AB是兩個獨立的變數 分別存在 不同記憶體的位置 好 所以你印出來的時候呢 B的位置 跟A 就不一樣了 有同學有問題的請你加1 或者是我們需要再重講一遍的請你加1 好 很好 好 我們再接下來喔 我們再接下來 請你把 第10跟11關起來 我們再看一下 再把 好 好 接下來有幾個範例 我們都依序把它打開 好 同學 B等於10 想必我們宣告B是一個整數吧 所以我們第7行這樣宣告是沒有問題的 同樣執行一下 同樣執行一下 編譯 執行 好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喔 這邊要告訴各位的 剛剛看到 A跟B是兩個獨立的房間 所以你把其中一個B 一個房間 變數B的值改變了 你是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 RANFISC位置下 存放變數的值 是不是 各位這邊也是證據 這兩個變數在記憶體裡面 是屬於不同的房間 所以你去改變變數B的值 你是不會去影響到變數A的值喔 好 這樣 很合邏輯吧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把這個關起來 把這個關起來 把這個給打開 同學 同學你可以跟我一起操作 如果你來不及的話 你自己看YouTube 的話 你就要跟著我一起操作 這樣你比較知道 你比較會感受到 這個程式碼在幹什麼 我們把第18到第20行打開之後 想必這個7跟8要不要修正 7跟8應該要修正吧 因為我們 在程式碼裡面 會對他打一個信號 想必B 你一定是被你宣告成 指標啊 好 所以 要輕易把 他 第7行關起來 然後第8行給打開 我們還沒有RUN這個程式之前 請同學們用30秒 你想像一下第19跟第20應該印出什麼值出來 我們用30秒請同學自己想一下 從我們一開始示範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現在 這個第三個例子 19、20行應該要印出什麼東西來 A跟B A的值 跟這個B的指標 後面長的值 有沒有一樣 可見 還是要印出什麼東西 要印出什麼東西 要印出什麼東西 你把這句好 應該要印出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我們 要印出什麼東西 预测完之后,我们就来转看看啦 同学,你看一下我们RUN出来的结果跟你的原来的想法有没有一样 在这段程式码里面 你看不到任何地方去修正变数A的值 但是,你看到的A的值,原本我们宣告是9 但是在这边,也竟然变成20耶 这段程式码呢,我们只看到 这一个B的指标 然后打一个STAR,代表我们想要把它可以长直的地方 变成20了 啊,完全看不到哪里是去改变A的值哦 没想到最后连A的值都被改变了 诶,那逻辑在哪里 好,逻辑是 各位看到 刚才的宣告 B是指标 好,那这个AP也是指标 那AP记录的 是这个A的房间的门牌号码 诶,那B是指标 诶,那B是指标 它也指向A的变数的门牌号码 那第18行呢 它代表 我把B的门牌号码里面可以存值的地方了 把它 存另外一个值啊 诶,啊同学 这个A是不是也用相同的门牌号码 背后的值被改变了 当然你在呼叫这个变数的时候呢 它就会 从记忆体这个房间把它的值抓出来 那当然也会改变啦 好,相同门牌号码的证据 在这边嘛,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A 的位置 还是B这个指标 其实都是指向同一个 记忆体的 门牌号码 也就是它的位置 好,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呢 A的值也变成二值啦 好,我们休息一下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指标 同样的我们把 已经介绍过的呢 给关起来 好,看一下 好,这边其实已经也示范过了 跟刚刚 这个宣告A 是整数 然后B是一个指标 记录这个整数的位置 其实是一样的范例 当初也不晓得为什么重复了做一次 好,不过各位可以乱看看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没有 给这个指标值 那这个指标呢 可以利用 变数VAR房间的位置 把背后的值 给抓出来 所以呢 这个例子我们很快的就 挑过啦 好,看一下 好,29 跟32跟刚刚介绍的Case 就是一样的啊 我把这个指标 B后面的值给改变了 这个VAR也改变了 所以这个我不示范了 好,同样的34行 我如果改变变数的本身 那我另外 一个指标 也是指向这个变数 同样的位置 它的背后的值 也同样会被你改变 所以这边我也不示范了 所以同学 你如果对指标 还很模糊的话 这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 你的 这个以前在学物理化学数学 没有一个类似指标 这个概念的 这个现象可以让你去比对 所以同学 所以 你一个东西新接触 对它很陌生 那你就必须要多看几次 才能够把它给记起来啦 好,这个层次很小 很小 空调 空调空格行 应该没有到40行吧 好,但是 你如果这里了解了 指标到底在干什么 你应该 我觉得你应该了解八九成了吧 好,接下来 我们移到 举证 Array 好,Array 我下面这边不打算介绍 所以 各位同学 你要自己去看 这个指标的加减 你自己再去了解了 指标的加减 就是它这个指标的资料形态 加上一个单位的 它的储存的量 但是我们这里不讲解 好,我们要讲解的是 稍微写清楚一点 A是一个整数的矩阵 A是一个整数的矩阵 然后呢 各位矩阵 我们在宣告的时候 跟它实际上应用 同学也要记住 类似指标的规则嘛 是不是 这边 在宣告的时候 是 告诉西语言 告诉GCC 我们这边一个矩阵 里面准备要存五个整数 但是真正在运用的时候 你要把里面的 存的东西一个一个叫出来 它的第一个index 是从0开始 你不能再 给它5了 如果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还用一个矩阵的index 5 你是找不到 也不是找不到 它会给你一个很奇怪的值 你不同时间来run 应该这个值都会不太一样 好 这边呢 是 我想要 这边有五个整数 到底这个整数的值是多少 我先给它 好 然后第五行呢 各位看到我在宣告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指标啦 好 好 剩下来我要讲解了 我们先run 这样印象就比较深刻 唯一 是 有 是 你 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 同学 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边 写了三个资料形态出来 三笔资料形态 好,这三个资料形态 然后呢,前面两个资料形态是指标POINT 最后一个是整数 这里同学又要稍微记忆一下 西语言里面一个很特殊的规则 什么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一个矩阵 一个矩阵 它的意义是把相同资料形态的 很多的数值把它收集起来 包在一个同样名称的 这个Randisk里面连续的位置 这个收集同样资料形态的矩阵的名字 如果你单独把它拿出来用的话 它就是一个指标哦 同学有没有搞得很模糊 好,很模糊的话我再讲一遍 一个矩阵 当你宣告它是一个矩阵的时候呢 想必你心里面是要把相同资料形态的东西 给收集在一起 然后取一个这个集体的名称 叫矩阵的名字 好,当你在程式码里面 直接把这个矩阵的名字拿来用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矩阵的名字在西语言里面 既然是一个指标哦 各位看一下我把矩阵的名字直接拿来用 它是一个指标 那同学也会接续再问啊 指标就是指向记忆体 这个房间的号码嘛 那上一个城市我们示范的每一个数值 都会有一个记忆体的房间 的号码 那你这个矩阵的名称 到底是指向哪一个变数房间的号码 诶,第二个我们就写出来了嘛 对不对 诶,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写在萤幕上的资料 诶,同学有没有了解了 矩阵的名称 在程式码里面 被你拿来直接使用的话 它的门牌号码是指向 你矩阵里面 所储存的第一个资料形态 所对应的房间号码哦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我讲解一下你们就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了 只不过你要记住这样的规则 比如说在记忆体里面 记忆体里面 我们记录整数应该是四个byte吧 我们这边有四个整数形成的矩阵 而五个,OK 好,虽然我涂画的是不一样大小 但是实际上应该都是四个byte吧 四个byte 四个byte 而且这四个byte哦 他们在randisk里面 他的位置都是连续的哦 都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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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像什么 这个很像各位来教室上课 第一次 这个学期的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 好,应该很少同学很幸运 直接走 就找到你的 你想要的这个教室的门牌号码 这间教室里面嘛 好,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像我们出国 或在台湾 他的门牌号码 百分之九十九吧 应该都是 都是连续的号码吧 也许会把这个 偶数号跟基数号 分成两边 好,但是基本上 他的门牌号码应该是连续的 所以 你只要 找到附近的这个门牌号码 其实 你就可以 很轻松的找到 你想要的门牌号码 好,所以这个矩阵的名称 他指向的就是 第一个 这个 矩阵里面存的第一个 变数的门牌号码 矩阵在Randisk里面 储存的位置 他是连续的 你找到第一个 那当然很容易的 可以找到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啦 所以西语言里面这样写 他的原理就是这样了 好,如果你对原理 没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记住这个规则啦 好,同学看一下 我们把 他的名称 后面的 这个位置的值给抓出来 各位也可以看到 是等于1 是不是第一个元素的值 因此呢 这个程式嘛 要告诉各位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用一个矩阵 他的名称 就是第一个元素 所对应到的 所对应到的 门牌号码 OK,好,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 这个下面 八九十给打开 然后执行一下 下来 同学 里面记录的五个值全部都叫出来 然后记录这些值呢 在RAM里面你在执行的时候 同学们你的值一定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台 这个伺服器上面运作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 你今天可以去买乐透了 不会这么正好 我RUN完之后 你正好就在这个记忆体的 这个位置来RUN你的程式哦 好,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间隔是不是都是四个拜 四个拜 而且位置都连续的哦 好,这边就是证明我刚刚讲的 你一个矩阵存的值 在记忆体里面是一个连续的位置 存你这些矩阵收集的值 好 同学有没有疑问 有疑问的请你加一 好,没有疑问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 好,这边这个我们不教这个跟刚刚是一样的 好,这一个 请同学 把这个点击档给打开 各位有写程式的经验了 所以我们不用再一个一个Key了 打开之后呢 这个程式很简单 只不过要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你如何把一个矩阵 传到负层次里面 好,所以请同学打开一个POINT SWAP 我把A跟B的值两个对调 好,然后呢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 直接传 两个变数过去 而不是传它的位置 好,我们把它给并排一下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哦 好,然后 然后 这个副程式呢 先关起来 我们等一下才会示范 好,主程式在这边 主程式在右边 副程式在这边 好,那同学都有写过副程式啦 所以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也知道 你的副程式在main之前 要告诉它副程式 会在这个主程式里面被挂载到 所以你必须要提供这个副程式的程式嘛 那你主程式里面 当然你写一定会用到 但你没用到也是可以 如果你没用到的话 你的副程式就白写了 好 那同学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副程式到底在做什么 副程式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传A跟B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另一个中间 临时的暂存变数 先把A的值给存起来 然后呢 我们把B的值给A 这时候A的值已经改变了 变成它去储存B的值了 可是原来A的值呢 被S这个变数给记载下来了 好 那我们B的值 丢给A之后呢 又把B的值呢 换成S S会记录A 这样子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副程式在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A跟B的值呢 互相对调 好对调完之后呢 我们把A跟B的值 好写出来 来 这个名称可以不要是A跟B哦 是不是 我们上次讲了 虽然我们 在组成是Call A跟B 你可以另不同的名称 来我们执行一下 同学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原本 呼叫副程式的时候 A的值是3 B的值是5 好进入副程式之后呢 进入副程式 那值行的时候就跑到这里来啦 副程式 副程式里面 确实把A跟B的值对调了 各位看一下 A的值变成5 B的值变成3 好出了副程式哦 我在组程式 又再写了一次 组程式里面的A跟B 给它结果发现 它的值是没有变的哦 跟 你进入副程式之前 A43 B45是一样的 所以同学 有没有看出 这个 这个问题所在 你可以看一下 在副程式里面 你传过来 你传过来 A跟B 好 一般 都会认为 你应该是从同样的房间 把这个值 给传过来而已嘛 好 没想到不是这样哦 没想到是在副程式里面 它又帮你开了两个不同的这个记忆体的位置去存A跟B这两个变数哦 所以你在副程式里面虽然有把两个值交换了是在它帮你新开的这两个记忆体的位置做数值的交换 原本主程式的这两个变数它是没有在做交换的哦 好 这就是为什么你呼叫完副程式你发现主程式的A跟B完全没有被副程式影响 再来第二种 好第二种 那就请同学 把原本传变数的 改成我们传A跟B的指标过去 当然你下面的副程式呢 也要修改一下 修改完之后同学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跟刚刚上面的程式码的逻辑是一样的哦 逻辑是一样的哦 只不过 我们现在改变的东西是在操作指标 而不是直接操作变数的本身 好 我再强调如果你对指标很模糊的话 你必须要多看几遍 因为在大部分的同学的学习过程 你没有遇过指标这个东西 好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指标这边是宣告A是一个指标 那在写程式码的时候 你一个指标加上star 虽然跟这边长得一样 但是他在做不同的事情 他在做的事情是把这个位置下的这个门牌号码里面的值给抓出来 好存给他 第33行 代表你把这个门牌号码可以存值的地方给叫出来 然后把他的值呢 给B这个门牌号码以下之下 所存的值 因为打了star给抓出来 好 B的门牌号码底下可以存值的地方呢 现在把他用S这个值呢给存进去 来同学们 你30秒想一下 应该有很多同学 还是很困惑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多看几遍 我们先暂停30秒 你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这堂课讲的指标 好 现在这边又稍微复杂一点点了 来请你们30秒 想一下 是 你10秒钟 是 可以 也订成 你10秒钟 是 你12秒钟 最后 你10秒钟 行 好,同学们看懂的话,那我们也来操作一下啦 你就会恍然大悟 我们直接传值跟传指标到底在干什么 好,我们这边看一下 第13行 既然是传指标 我们当然不能传这个变数这样对接就接不对了嘛 变成要传 我们刚刚其实看Homework有些同学就在传指标了嘛 或者是有些同学也很好 他把要操作档案的指标也传到副程式 让副程式可以去控制你想要写或是读档案的这个handle 好,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呼叫副程式之前A的值是3 A的值是3 B的值是5 你还没呼叫副程式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值还是原本的值嘛 进入副程式之后 来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副程式里面的特别把传过来的pointer也写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跟主程式的门牌号码 长得一模一样 好,B的门牌号码跟主程式 你相对应传过来的这个值的门牌号码 既然也是一样的 那你在副程式里面呢,操作把这两个门牌号码里面的值做了交换 然后再回到主程式 诶,那主程式相对应的门牌号码底下的值 大家有没有看到也被你交换了呢 是不是5跟3 上一个范例我们传的是这个值的本身 好,因此你在副程式里面呢 交换完之后 完全不会影响到主程式这两个变数的值 原因是 副程式里面又帮你开了两个记忆体的位置 储存 两个变数 现在这种方式呢是 用同样跟主程式变数同样的门牌号码 来交换变数 好,当然主程式里面的变数值 也会被你副程式所影响了 好,OK,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OK,好,这个啦 好,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刚刚本来要讲的 好,这个程式也没几行哦 透掉空格 大概20行吧 这个程式要告诉同学 我们刚刚示范的 都是传 一个变数 的指标 到副程式 好,这个范例呢 是告诉同学怎么样传一个 矩阵 到副程式里面 好,你去网路上面看齁 西语言 有很多种传矩阵 从主程式到副程式 或者是从副程式到另外一个副程式 方法很多种 好,当然有一些advance的做法 你只要传一个变数吧 但是 不太好了解哦 不太好了解 好,因此我们就用最明了的方式 也不能说最笨的方式 最清楚的方式 来传 矩阵 到副程式里面去 那我看 大部分 在做工程问题的人 他们的传法 百分之七八十 当然也有advance的传法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我现在介绍的 这种 传矩阵的方式 这个source code呢 它的目的是 我这边有一个矩阵 叫做arr arr 好,当然这个arr 一开始我 就强迫它里面每一个元素都是0 好,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去 assign 它的值 但是通常我们 assign 值的 都比较常用的是 从外部读入档案哦 这边有另外一个矩阵 叫做add 好,我们的目的是 想要把arr 矩阵里面每一个元素呢 在副程式里面 都把它给加1 然后把它丢到add 这个矩阵里面来 来 接下来同学们 你想想看 我们这边 副程式长这个样子 ar 我们要把它 传到 副程式里面做处理 处理完的值呢 要存到add add这个矩阵里面来 那同学你想一下哦 如果 我们 只传矩阵 只传矩阵的名字 到副程式里面去的话 副程式 它只知道哪一个资讯 我再重复一次我的问题 现在你要用副程式来 处理东西 处理事情 处理工程上的问题 那我们发觉 要处理的资料形态很多 但是都是一样的资料形态 因此我们会用矩阵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好那西语言 我们刚刚讲了 一个矩阵的名字 你在程式码里面直接使用的话 它是这个矩阵第一个元素对应到的房间号码 所以我的问题是 如果 你第19行 只传了 ARR 第一个矩阵的名称 还有第二个矩阵的名称到副程式 你还缺了什么东西 你才能够 这个副程式才能够完整的 知道你这个矩阵的每一个元素的资讯 如果有同学知道答案的话 麻烦你打一下 我问文正好了 文正知不知道 我问的问题的答案 我问的 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好我的问题是 你如果 你如果 副程式 只传 矩阵的名称 而不传其他的资讯到副程式 副程式 就是 有没有办法完整的知道你矩阵里面 每一个元素的资讯 文正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听清楚我的问题 文正说可以 那有没有同学认为不可以 可以 有没有同学觉得文正 说可以 但是你觉得 还少了哪一些资讯 明签说不行 OK 那明签你的理由是什么 凭感觉 明签感觉很厉害 明签讲的是对的 现在原因 听我细细道来 各位 刚刚同学 你有没有印象 我们说 刚刚我们 前一个例子 是不是这个矩阵 开了五个整数 收集五个整数的矩阵 我们刚刚的名称 应该叫做A吧 是不是 好A 那在记忆 那在记忆体里面 我们也写出来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矩阵收集 相同的资料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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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于第一个元素 相同于第一个元素 它的门牌号码 所以 同学们 如果 如果我只传 这个矩阵的名称到 副程式 副程式 只知道什么资讯 它只知道这个矩阵 第一个元素的门牌号码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矩阵 你在设定的时候 准备设定五个 它完全不知道后面有五个 总共有五个 东西都是属于相同的矩阵 好 这样同学有没有 听懂 这个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要传一个矩阵的时候呢 前面 记得 要告诉你的副程式 这个矩阵 从头开始的位置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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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从它 还是这个矩阵 每一个元素完整的资讯 好 所以同学要记住 我们用最明了的方式来传一个矩阵 你准备要传的矩阵 它到底有几个元素 举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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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你传举证的名称到副程式 副程式只知道你这个矩阵 第一个元素 它的门牌号码 完全不知道这个门牌号码 后面到底还有几个 这个 空间 是你这个矩阵里面存的元素 好 这样子传到 这个 副程式里面 同学看 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们的回圈 就可以 利用回圈 把矩阵里面 每一个元素都叫出来 加1 然后 存到另外一个矩阵里面 好 这个矩阵被你处理完之后呢 你的主程式当然 也就可以 把这个 处理完的数据呢 给回传回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执行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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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执行完的这个矩阵呢 那 副程式处理完了矩阵 我们把它写出来 我们把它写出来 它的值的每一个都被加1的 齁 好 那之前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喔 我们传过去的AR 事实上 只能 让副程式知道 它第一个元素 所对应到的房间的号码 对应到的房间的号码 OK好 好 同学们 你再回想一下 我刚刚讲 你如果要用矩阵 然后呢 这个矩阵是要用一个副程式来处理相同的资料形态 你需要哪些资讯 传到 副程式里面 才能够让副程式呢 完整的知道 你的矩阵 所有元素的资讯 好 你就必须在呼叫副程式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传到副程式喔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好 我们 先休息一下好了 最后一小段喔 我要再讲的是 你在 宣告副程式的时候 大概有几种方式喔 他们都是等效的喔 比如说 我现在 传的第一个是整数没有问题 这个矩阵 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个element 好 你这边 直接这样写 它代表 是传这个矩阵的pointer 虽然 虽然你这边有写m 但是这个m是假的 没有什么作用 只不过 再提醒你 你现在传的 是一个矩阵 好那传矩阵 当然 这个矩阵的名称 它就是一个pointer 后面也是一样 第三行 这个东西 跟第四行 我们原本写的 第一个 这个矩阵名称 它是pointer 是一样的意义喔 只不过提醒你 这边是一个矩阵 两个是等价的 完全一模一样 还有人 他的习惯是 提醒他自己 这边是一个矩阵的pointer 然后呢 他这边的m 反正是 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你传到副程式呢 他只接收 这个矩阵的 第一个房间的号码 所以你这边不管是写什么 其实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作用 因为副程式呢 最主要知道你的 这个矩阵有几个元素 他都是靠第一个 你传进去的常数 在for回圈里面 可以 走过你每一个元素里面 每一个 矩阵里面 每一个的元素喔 所以看你自己 在传矩阵的时候 你比较习惯用哪一种传绑 好 这三种都有人在用 大概都百分之三十三十 差不多都有吧 又看你自己怎么习惯 好 接下来是我们 我们最后一个homework 最后一个homewor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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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乘式 原本的loop呢 在复乘式里面处理 好 主乘式透过传一个矩阵到复乘式 复乘式呢 处理完 积分 切这个100 200到这个的 分数呢 处理完 在复乘式里面 把处理完的积分的面积值 放在矩阵里面 最后 再把这个矩阵 传回到主乘式 藉由主乘式输出 你在复乘式里面 处理的这些积分值 这个程式呢 跟我们刚刚讲 那个矩阵 每一个都加1的 程式的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同学 可以把你的 Homework 8 跟刚刚 那个矩阵 加1的程式 比对一下 你就比较容易知道 这一个 这个Homework呢 要怎么来撰写了 同学对作业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最后一个Homewor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最后一个 Homework就 到这个方式来出了 那我要讲的 这边还有更复杂 更复杂 矩阵的传法 多为矩阵 但是 我不讲了 避免有些同学 对西域学的障碍更大 你有需要的同学 自己来看 你一维的会传 二维 一定会传 一维矩阵 你必须要传 一个 长数到负程式 多维矩阵 变得你要传 两个长数 因为你有两个维度 你要传两个长数 到你的负程式 你才能够让负程式知道 你两个维度 到底 这个N乘M的 这个N乘M的值 N跟M到底是多少 你才有办法操控 二维矩阵 三维矩阵 也是一样 这里我就不讲了 好同学 有没有问题 下周 题目还没出完整的同学 那就好好利用 剩下的时间 主员们之间互相讨论一下 剩下的时间 我们交给助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